煎饼可以用麦豆、高粱、玉米等多种穀物制作 含有穀物本身的各种营养 食用方便 再卷入各种蔬菜、鸡蛋、肉等配料 营养丰富 深受人们所喜爱 煎饼多以醋粮制成 常吃煎饼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有益肠胃健康 其次煎饼筋道耐嚼 常吃煎饼有益牙齿健康 土豆1个胡萝卜450克葱花适量 鸡蛋1个面粉2少盐1分1茶食 将土豆洗净1分为2 放入方态针为一体器 选择智能烹饪蔬菜 撒凉土豆 蒸熟的土豆去皮倒成泥 加入所有食材搅拌均匀 热锅入油 烧至8成热 时将土豆泥团成团 放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 即可 牛奶加土豆胡萝卜丝饼加橙子 营养丰富的早餐就完成了